1、2、3、4 5、1 我是令玲 真的假 你決定好今天的晚餐囉 我們5賣美食頻道的話 每天5點更新 所以記得要訂閱喔 真的假 送到台灣 你第一個挑到是什麼東西呢 珍珠奶茶 沒了喔 台灣的手藥店 是在世界各地都 掛起了一陣旋風對不對 好難的中文喔 很厲害就對了 對很厲害 可是我一直在想 你到飲料店有點什麼 奶茶 我是奶蓋啊 那要什麼啊 你不知道台灣飲料可是不是啊 它是 五花八門 不知道到底要選哪一個 所以我們今天計畫就是 調查手藥店的冷門菜單 我們今天想要調查的是 Coco 哇日本人也好愛的Coco 至於為什麼會選Coco呢 我之前不是在日本打工度假對不對 我那時候就在Coco打工 Coco的店員好 請問一下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 我請問一下 我已經在賺了 我請問一下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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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寶也是蠻少人點的 我還沒有做過 回來了 這是我們最後選做的三個選手 第一個是 五小寶 連店員都說沒有做過 對 是店員的第一支信給我們兩個了 咦? 然後第二個是 蕎麥黑毯珍珠奶 哇這個也是 燈氣的冷門菜單 然後最後一個是 蕎麥冬瓜露 然後我們全部都是點的是 半糖少冰 哇 它怎麼開始 剪刀石頭不 剪刀石頭不 不 那我想喝這個 五小寶 裡面有 布丁 珍珠 它有什麼? 仙草 啊 可是應該還有兩種對不對 哦 算是五小寶 是五種小寶寶這樣子 五種料 啊不是寶寶喔 沒有你要說你是可以啊 五種料 我有正確的講法 看起來還有愛運 這個應該是西谷 那麼可可可 可以幫我用嗎 這個我專業 嘿嘿 一張請問你 啊 啊 我是 我 我來帶你去 啊 啊 我來帶你去 啊 沒關係 謝謝 啊 可以幫我擦一下嗎 這是文化差異 因為我之前在日本做手藥店 做過他一年 我們還要學怎麼幫人家擦西管 那有什麼技巧嗎 有什麼技巧 我們第一個 比較注意的是 不可以碰到西管本身 比較衛生 對對對 然後他擦的時候還有一個角度 因為大家都直直擦很容易 哇 混開 所以我們這樣斜著碰 那你有失敗過嗎 有啊 就很尷尬跟客人一起笑 哈哈哈哈 好 再表演囉 嘿 這邊然後這樣子拍 嘿 登登 有沒有 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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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微妙的臉 哇 好多口味跟味道在嘴巴裡面 加上我不太拿手的那個仙草的甜味 所以對我來講有點 換人臉 這麼快 開動 我知道這什麼了 你現在吃仙草 因為我們是那個吃仙草的時候 都會加上奶油球 然後加其他料嗎 很像那個感覺 就是把奶油球丟了十幾個進去的那種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 你也覺得仙草都會到最重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他們有五個小寶寶嘛 然後那個口味也是有五種嘛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仙草的味道特別的強 對 所以你會覺得它的主體是仙草 對 感覺在吃甜點 而不是在喝飲料的感覺 對對對 好 那下一個你想要喝什麼呢 那我喝這個 蕎麥黑糖珍珠奶 好啦你看你看 不是我說 日本人真的不會擦吸管 對真的 好 開動 開動 這個呢 蕎麥粉的味道真的很重 我不知道台灣人會怎麼覺得 但是日本人聞到這個味道 就會想像那個蕎麥麵 所以非常微妙的感覺 我是 我頭腦是滿滿的那個蕎麥麵的 但是吃到的是那種甜點 所以非常有味和感 因為這個本來是黑糖珍珠奶茶 但今天黑糖珍珠奶茶 沒有了他們就只好用普通的珍珠 所以就好像有那個蕎麥麵的味道 然後嘴巴再是麻糬的感覺 你剛剛的表情告訴我一切了 但搞不好台灣人會喜歡 好 開動 我就不猜欸 它那個茶味的話很香 有那個蕎麥的那個香味 感覺不受年輕人喜歡吧 嗯 真的是蕎麥茶的味道很重 那就是看你有沒有辦法接受這個蕎麥茶的口味 我自己是覺得可以 所以在台灣人來講 聞到這個蕎麥茶的味道 不會想像到那個蕎麥麵嗎 我以為會 可是實際喝的話我覺得沒有 但還是很香 那我先來喝喝看這個 蕎麥冬瓜露 這個是蕎麥醬 覺得很奇怪的菜單 開動一下 意外的還不錯欸 因為第一口的時候其實我有點 懷孕這道是怎麼味道 有蕎麥的香味之後又有冬瓜那個甜味 又有一點點小小的味合 可是喝第一口之後 開始習慣的味道的時候 越喝越順口欸 好特別喔 要請那個點這邊的人來試喝看看 好 再喝第二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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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那個飲乎的 你再喝你再喝 你再喝你再喝 你再喝喝 你再喝喝 喝得不太喝 哈哈 又來 啊啊啊啊啊 對 其實第一是我不太喜歡冬瓜的甜味 但是這個的話我覺得 比剛開始的還好喝 因為蕎麥是香味 然後冬瓜是甜味 所以比較不會打架的感覺 有一點像普通喝的冬瓜茶 然後再加一個香味的感覺 這個的話 因為我們點五分糖嘛 可是搞不好這個可以點無糖 嗯 無糖的話就是冬瓜本身就有甜嘛 然後外加蕎麥的話有可能會更好喝 我覺得 因為像日本人啊 紅茶的話比較喜歡無糖嘛 綠茶也比較喜歡喝無糖 那蕎麥茶的話我們也可能想要喝無糖的 嗯 但是這個就是變成有一個甜味 所以可能日本人不太習慣可能啊 不過我們剛才介紹的三道 都是台灣比較 對 有點冷門的 再來我想要告訴你 哪兩款是我之前在做過的時候 比較少被點到的 哦 所以你是說在日本的Coco 日本人比較不點的 對 好期待喔 那是哪兩道呢 第一個是 噔噔 奶蓋紅 欸 這個超好喝的耶 嗯 我也很喜歡 這個台灣人都很愛吧 我是很愛喔 我超愛的 你知道我以前 基本上每個禮拜一定要去買一杯奶蓋紅 其實你們在做一次 奶蓋你知道要怎麼喝嗎 以前沒有 哈哈哈哈哈哈 對不起 我扔到我扔到Coco的店員了 要去買奶蓋的話一定要小心 他們一定要先搖散 嗯嗯嗯嗯 搖散之後 才可以幫你擦洗碗給你喝嗎 為什麼要搖散? 那你為什麼要買奶蓋 那不是攪一攪 味道會比較均勻嗎 可是你點奶蓋就是要喝上面那個奶蓋啊 下面的要等你之後 喝到一半的時候再攪拌 哦 所以最後要攪拌 但是先享受這個奶的部分 對 然後而且重點是你先吃到奶之後 然後你這樣子慢慢喝味道那個 奶跟茶中間的那一層味道 之後才會喝到茶 你要享受那個層次感 好的 我們日本人來這樣直接試喝 好喝喔 超愛這個奶蓋的 有一點像起司的鮮鮮甜甜的這個奶油 一種甜味跟這個茶味超級搭的 就像玲玲講的沒有攪拌也很好喝耶 因為一開始這個是吃到那個起司 然後後面才會有那種茶 所以起司然後茶清爽的收尾 所以這個層次感真的很棒 開動吧 愛爆 我已經都這樣喝了吧 哇 嘴巴都是起司 超好喝的 有沒有 真的很match耶 現在你們知道要分開喝 好 那我們下一道呢 將將 檸檬吧 它這是檸檬綠 可是裡面有一整顆檸檬 可是裡面有一整顆檸檬 可可來說的話它的美食叫做 檸檬王 檸檬王 我真的是他們給的名字的問題耶 然後因為日本人他們都喜歡喝小小杯的 然後只有這個一定只能做L塊 所以他們就說 哇這麼大杯我不要 對啊 我一定是 那我們請 他都講來試喝看看 開動吧 嗯 嗯 麥 對吧 檸檬味道超香 它是那種厚精口 這樣滿滿的fresh的檸檬的感覺 而且 我還以為這個會很酸 但是酸度不會說 嗯好酸 就是很清爽的酸度 超香 超好喝的 瘦 瘦 瘦 其實我還蠻喜歡檸檬白雲 是因為 切炸 啊 對 難怪香氣都在裡面 人沒有跑出去的感覺 欸日本的人們真的 完全是好喝的耶 而且其實啊 像日本的話 珍奶茶的話 大家一定會點這個 對不對 我就嚇到 因為我們那個大杯啊 它最多可以加四倍珍珠 到這裡 這整杯全都是珍珠 哇 因為對我們來講啊 這個drink stand 等於就是 tapiyoka birkti 的感覺 很多人都這麼覺得 嗯 我們就覺得那個地方 就是專門在賣 珍珠奶茶的感覺 我就不知道我們就是 有時候我就是不想要吃珍珠 我就只想要喝飲料 然後我就跟他說 啊我不要珍珠 他們就會 什麼 嗯但真的 真的就是這樣子 好 那今天怎麼樣呢 我們介紹了 台灣的人們菜單 跟 日本的人們菜單 對我來講 可能 日本的人們菜單 其實很不冷門吧 就真的好喝 然後可能只是 因為名字的關係 對日本人來講 不太熟悉 所以感覺是不是 難喝 沒有被點 那至於台灣的話 我自己是覺得 很特別 如果平常 我想買藥的話 我可能不會 花錢買這個 因為這個也是味道 非常非常的複雜又重 然後這兩個 就是蕎麥的味道很重 所以感覺就是 評價會非常的涼藉 欸那你最喜歡哪一個 我這個兩個都是好 欸那我就吃這個肉 這個兩個真的超好的 那你要多推薦給你的日本朋友 對 日本人 日本人看見嗎 Chisichiと レモンキング 是 是 那今天我們給的評價是 3 2 1 兩顆心 有的東西非常好喝 有的東西是普通的好喝 所以就是普通的好喝感啊 我覺得喜好應該還蠻明顯的 所以有機會 不排斥的話 可以真的可以去試試看 我是覺得有中到我的胃啊 還不錯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別忘記我們不賣美食頻道的話 每天5點登星 記得要訂閱喔 我們下一次影片再見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